有一个年轻人一直得不到重用 他十分的苦闷 为此呢他专程去很远的地方 找了一个大师呢去询问 他终于见到了大师 年轻人就问大师说 大师啊我的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的不公平呢 大师没有直接回答他 还是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死子 丢到远处的乱石堆中 对年轻人说 你去把我刚才扔出去的小石头给找回来 年轻人在乱石堆中翻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颗是老人家扔出去的 因为每一颗死子看起来都差不多 他无功而返 大师呢 来小伙子啊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 拿起戒指往乱石堆当中引人 年轻人去把他找回来 这一次年轻人没有飞 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枚闪着金光的戒指 大师看着年轻人 大师看着年轻人没有说话 年轻人醒悟了 如果自己只是一颗小死子 而不是金子的时候 就不要去埋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 有一位神仙 他问一只被囚在笼中的化眉鸟 他说 你愿意到天堂去生活吗 这个鸟说 为什么呀 天堂宽敞明亮 不愁吃喝 这个鸟说了 可我现在也很好啊 我吃喝玩乐全由主人包办 风不吹头 雨不打脸 还能天天听我的主人讲话 唱歌 圣仙说 可你在鸟笼当中 笼子太小 不自由啊 化眉鸟沉默了 于是圣仙说服了他 以圣离者的姿态 把化眉鸟带到了天堂 他把化眉鸟安置在 翡翠宫住下 便忙着处理各种事情去了 一年之后 圣仙突然想起了化眉鸟 便去翡翠宫看他 他问化眉鸟说 啊 我的孩子啊 你过得还好吗 化眉鸟答道 感谢圣仙 我过得还好 那么你能谈谈 你在天堂生活的感受吗 化眉鸟常叹一声说 哎 这里什么都好 这是笼子太小 怎么飞也飞不到 这是笼子太大 怎么飞也飞不到边上 讲错了 人如果不能转变心态 就不能挣脱心里的架锁 不能摆脱固有的生活模式 即使你生活在天堂当中 仍然可能有生活在地狱的感觉啊 很多人天天在家里不知道妻子为你付出 很多人在家里不知道天天先生为你的付出 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 他就感受到自己慢慢的变得不那么乐观了 所以不要用人身肉体的意识去看这个社会 否则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 而看到的只是肮脏五欲六成的有色世界 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 才会引起争斗 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 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 所以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观点看问题 如果你带一个小朋友到房间里去玩 小孩子很开心 这么大的房间 一个大人进来 你不会觉得房间大 如果今天木铁柱到了你这个房间 就会觉得你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小啊 所以人的感觉不一样 心就是衡量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观念的基本点 六根看世界永远是眼耳鼻舌生意 这个生患就是你的幻觉 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多么有劲儿多么有力量 现在我们都觉得很多东西在自己的身上都找不到不存在 所以佛性看世界永远是知足善良慈悲和希望 大家知道天上有九品莲花 我们人间也有九品 人的本质我们都善良的这种我们说有九的品味 那么台长告诉大家下品中品和上品 下品之人是有自信的 因为自信能成就一切 但这种人有自信不傲慢 他谦虚自知要学无止境 没有自卑感 他认错自知有缺点和缺陷 知错能改 想一想 做人的下品就要有这么多优良品质 所以很多人连下品都做不到 那么中品是什么 人的中品 首先是感恩 你们有没有感恩心 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你的人 曾经跟你谈过恋爱的人 曾经你的老师 你的医生 包括所有一切 你的朋友 要感恩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 要知足满足现在所有的一切 无为保持现在的一切 这为中品 那么上品是什么呢 上品就是舍得给予大众分享所得 包括帮助别人爱护众生 包容宽容众生的一切失误和别人的缺点 那叫上品 上品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叫觉醒 因为不贪人间的天下事 他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他知道人不可得 因为人生只是一个旅店 所以对他来讲 所以对他来讲不重要 一切他都看得穿 能随缘 这种人 长命百岁 心态健康 觉悟超人 所以我们内在的灵魂 别人看不见 有的人说 为什么你看出他这么尊贵 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让人看不起卑劣 实际上 我们人有时候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样子 你们很多人的脸是偏执的 有时候你的脸看不见自己的烦恼 比方说 有人不小心踩了你一脚 你到底是横眉冷对 还是和缘月色 哎呀没关系 代表着你的修养 朋友占了你的一点小便宜 你是怒目而视 还是淡然一笑 没有关系的 代表着你的修养 父母亲唠叨的你出门要加一 走路要当心 开车要安全 你是面露温色 还是默默含情 代表着你的修养 同事和你发生了小的争执 你是目光凶狠 还是嘴角含笑 代表着你的修养 如果上司老板批评你 做事不认真 你是满腹怨气 还是面露困色 代表着你的修养 所以要学会修养 修养是做人的第一步 慢慢的包容和原谅别人 那是第二步 等到修为自己 帮助别人 你就会超脱人间的烦恼 进入四圣 就会发生了一步 就会发生了一步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来说 你会发生了一步